今天咱们来分享一道超级下饭的香菇肉酱 香菇可以选干香菇或鲜香菇 个人觉得干香菇做出来的肉酱更香 干香菇需要提前用温水泡好再清洗干净 这里不需要去地了 直接切条后再切成碎丁 切好收入大碗中备用 一块瘦肉先切片再切条最后切成丁 嫌麻烦的也可以用绞肉机搅打十来秒 喜欢肥肉的可以放点更香 切好收入碗中 两个干葱切碎切好同样收入碗中备用 来十几二十个小米椒姜片和大蒜全部搅碎装盘中待用 锅中倒适量的油 冷油下入香菜香葱干葱碎桂皮和香叶 小火慢慢炸出食材的香味 炸至食材干枯就可以捞出来丢掉啦 先将肉丁放进来炸干点水分 炸至有点微黄就可以下入香菇丁啦 拌拌均匀再来放入蒜蓉辣椒 继续翻拌均匀后开始调味 来多点生抽跟蚝油 两汤匙豆瓣酱 豆瓣酱本身有咸味 所以这里就不需要另外再加盐啦 可以适当加点白糖提鲜 翻拌均匀继续熬干点水分 水分叶干存放的时间叶久 炸均匀后就可以关火啦 放一旁晾凉 让香菇肉完全吸收红油更香咯 做好的香菇肉酱鲜香开胃 无论用来拌饭或是拌面都非常香 好了这期视频就分享到这里 喜欢的朋友可以在家试一下 拜拜